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 去影樓拍照是一件家庭大使 隨著數碼攝影的普及 舊式影樓逐漸被淘汰 不過香港仔還有一間超過半世紀歷史的影樓 它就是美芝華攝影室 頑固四周 一台一椅都充滿年代感 場上的菲林相就是由89歲的老闆陳坤全操刀 陳伯對於攝影的興趣 就是源於父親一部菲林相機 陳伯除了熱愛攝影 他也曾經學過沖菲林和曬照 更加自己看英文書學習研製藥水 藥水是一種興趣 都以色調什麼色 藍色、紅色、軟調、青藍色、爛調 就是很多種玩法 如果跟師父學不到 師父一條避坊收藏寶 陳伯雖然對攝影充滿熱誠 但是晉身攝影界並非去計劃之內 當初開影樓原來只是為一口氣 陳伯一家原本將地鋪租為一間攝影室 後來因為租金問題而鬧上法庭 這個插曲正好促使美芝華的誕生 不要送給他 只會有興趣玩相片 就做回他的行 特地做回他的行 無意中就做了拍照 影樓開業的頭三十年 是美芝華的全盛時期 新年就是最旺的檔期了 不少家庭都會摔好髮 穿新衣服去到影樓影全家福 有三次家庭想拍就要站街 它不是這兩個人 十五六個 因為水面人很多兒女 站街人有些站樓梯有些站街 除了全家福 以前也有不少人會去影樓影婚紗相 聽陳伯說 舊史年代還有一類人很有趣 大逃跑的時候 有些人找到工作 找到工作 找到工作 幾百元日 有100元日 地盤很吃香 早幾個月就有很多錢 首先要看到錶 太 很開心 發達了 但在香港拍攝多些生意 那時拍照 不超過三次 多人拍三張飛籃 通常兩次 隨著數碼相機 連鎖沖曬店的出現 去影樓影相機的人越來越少 偶爾也會有年輕男女 穿復古婚紗禮服 來拍懷舊婚紗照 陳伯由以往拍兩次就收貨 變為晚工出細貨 每一次都會拍一至兩個小時 他更會教客人擺姿勢 其中一個秘訣就是 眼笑八成、嘴笑兩成 即是說 笑不是厚度 如果你不懂笑 你不懂笑 你不懂笑 我幫你笑 你緊張我幫你不緊張 師傅不懂這些 我舊積影樓那些 一坐買過 很死板 現在不是 舊積影樓 新積影法 你看看照片 照片不同 陳伯從事攝影行業近60年 他坦然堅持營業攝影室 只是為了過日神 現在的他就是抱著做 只一天只一天的態度 營運下去 現在不流行行 我懂得欣賞 年輕一點我看了 做 年紀大做甚麼 一收樓就不做 無論如何